音樂 最後那一場戲 在導演跟我討論到 要聞內褲那個場景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想的是 我平常會有什麼習慣 會把東西拿在手上 就拿起來聞 我想白內褲的話 是一種氣味 我就开始很试图多了解我在日常生活中怎么使用嗅觉这件事情 然后我发现很有趣的是像我也跟导演聊过 在捷运上我常会忽然闻到某一个牌子的护发乳的味道 那它会给我的感觉或连结是 我之前认识过的女生或者是 我在什么样的回忆或情况下或房间里 我闻到过这个味道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所爱的 或者是所崇拜的爱慕的人的一个气味的幻想和眷恋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导演跟我讨论之后 我们想要有个很长很长的呼吸声 就那动呼吸声是到中间你已经不太知道 那到底是不是呼吸声了 可是到后来可能会意识到 那还是同一个同一次呼吸的声音 其实在拍的现场我吸了好多次 都到已经有点头晕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在我看的时候我第一次的呼吸 在我看的时候的感觉是我会一直有那个外国人的形象的穿着内裤的样子 还有它的味道 可是当第二次呼吸的时候这些画面好像就消失了 好像我开始可以比较了解它很享受很喜欢然后接受 在它全部前面电影所讨论到的不管是性别啦 种族啦不同的城市啦国家 它好像因为味道而让自己更开放了一点点 更了解自己的一点点